三菜一湯 美味小滴当 大家好 我是姜文龙 今天为大家示范的南瓜料理 夏天的南瓜都很清甜 做成凉拌或是炒米粉都很好吃 由我来示范南瓜料理三菜一汤 今天会特别掏钱的 这是蓬勃无过来的栗子南瓜 有一点排水盐的味道 比它比较松软 如果要放一个小放在冰箱里面 那如果说一个月之内 你要把它吃完之后 你不要把它剖开 放在一两处就可以了 先把麦芽放进去 慢慢的翻搅让它麦芽糖与水溶解 里面有水是符合灵活 再加点砂糖 因为砂糖跟麦芽糖的甜度会补一种不同 那这样水煮开就让它滚到五分钟 让它水分蒸发掉 那留下了麦芽糖 浪泽比较亮 那我们现在再加上化煤 那化煤下下去它就会把颜色带出来 那再这样煮五分钟就OK了 那我们等它凉了之后放在冰箱里面 静置一夜之后 那隔天拿许多吃就比较凉爽 比较好吃 放一些少许的沙拉油 要先把肉 先爆一下 不要淘汰太稠 有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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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爆香就可以了 好 再来放一下我们虾米 那这可能要爆久一点 一些洋葱 好 蔬菜 加水我们再加一些南瓜下去 那最后我们再放一些打好的南瓜泥 那南瓜泥是要让它吃起来有比较脆的口感 好 那再来我们先调一些盐巴 好 最后我们再放 我们的米粉 不用一直翻转的 稍微断掉 入味的话就把它火关掉 用焖的 那我们现在稍微把它焖个五分钟 再把它再拿来炒 再把它炒热 好 它本身就 又我有 很多 都会很入味 好 而且这样米粉才不会断掉 胡椒粉 五香粉 米酒 太白粉少許 那大概醃漬十分鐘 最後還要再加蒸肉粉 蒸肉粉最後香它才有粉的感覺 它只要每一塊肉都有沾到粉就可以了 那個鋼盆來南瓜一定把它排進去了 它因為它是要倒扣 所以把南瓜放在最最底層 那再來我們把剛剛醃好的粉蒸肉再鋪上去 南瓜不用調味 因為待會蒸下去的時候它本身就會有味道 我們速度把它調二十分鐘 如果在家裡用那個扣肉的話 你一定要先把水倒掉 那我們現在再把盤子都扣 稍微壓一下 然後再把它扣過來 好把它打開 南瓜 南瓜 我們先把南瓜拿去蒸五分鐘或十分鐘就可以了 你把它切得越薄熟的速度越快 好那我們現在把先蒸好的南瓜洗出來 先汆燙蛤蜊 开凝就可以把它倒起来了 好 我们先把鱼肉 然后花枝 再来虾仁 然后最后我们的鲜笋 然后稍微汆烫一下就可以 好 那我们水开了 我们就直接把海鲜料放进去 南瓜泥也要倒进去 就是中火而已 那再来我们就勾芡 好 那我们最后才放进来我们的蔬菜 只要滚开就好 把它关火 那在最后再炒上鲜奶油 再来你也吃吃看 好 嗯 米粉很有南瓜的味道 我觉得很香 嗯 口感也蛮好的 嗯 还有一些虾仁 还有蛤蜊的部分 其实南瓜想不到跟海鲜放起来会是这个味道 煮在一起好像很少吃到 完全没有吃过 好吃好吃 我觉得很棒 我最喜欢这一道 其实南瓜做两瓣也应该还不错 嗯 南瓜它甜味 然后还有梅汁的那种酸甜的感觉 嗯 口感还蛮搭的 很意外 好吃